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八篇第十二章 参悟 城主府辽阔浩瀚 内部一座座建筑 占地方圆千里 黑袍使者带着罗锋等十二人 在一约六十米宽 一百二十米高的廊道中前进 只见这条廊道的两侧 竟然看着一扇扇高大的青铜色大门 每一青铜巨门长约一百六十米 高约一百二十米 一扇扇青铜大门上 都有着古朴自尽 魔祖 巨斧 龙行 且每一青铜大门前都站着一名 面目慈善的老者 诡异的是 每一个青铜巨门前的老者 都长得一模一样 这里共有五十二个门 分别是五十二个混沌被密室入口 黑袍使者微笑道 前面就是 九语混沌被修炼密室大门了 嗯 到了 罗峰看了眼前的青铜巨门 存在上亿年的青铜骨门上 有着两个宇宙通用文字 九语 高达到一百二十米的骨门 让人不由自主仰视 在青铜大门旁边 站着一名眉心有着一束眼的老者 和其他每一个同门前的老者 长得是一模一样 坎德里大人 黑袍使者恭声道 嗯 这三眼老者微笑看着眼前 罗峰等人 许你宇宙公司新一批小家伙 是的 黑袍使者无比恭敬 随后转身看向罗峰等人 这位是坎德里大人 混沌杯修炼密室的守护者 这五十二尊混沌杯修炼密室门前 都是坎德里大人的其中一具分身 坎德里大人守护五十二座密室 已经过了百万纪远 是我们混沌城中受人尊敬的强者 哇 一群年轻人震惊的看了眼前 看似普通面目慈善的三年老者 竟然看守五十二座修炼密室的是同一个人的分身 作为混沌三宝之一 五十二座混沌杯重要性可想而知 让一个人画出五十二分身来守护 这人得多强啊 而且守护竟然超过百万纪远 与莫星主人忽言薄 不过才活了六千多纪远 很多里大人 罗峰等十二人都恭敬行礼 真是年轻啊 看到你们就是看到了人族的希望 赶德里微笑着点头 你们收等 里面一批残物的人马上就出来 是 罗峰等十二人乖乖听话 真变态啊 混沌城不愧是宇宙人族的修炼圣地啊 强者如云 变态潜伏 一下子就碰到一个守护密室百万纪元的老怪物 爸爸他惊叫了 你老是比你强 活得比你久 见到的强者却没你多 圈子不一样 见到的人都不一样啊 与莫星主人 毕竟是独行侠 能碰到一位宇宙国主都是罕见 罗峰虽弱 却进入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层 有机会接触到宇宙人族一些巅峰不可思议的存在 坎德里大人 坎德里大人 一道喊声响起 头上戴着金箍 脚踏战靴 全身散发的彪悍气息的猿人青年 瞬间出现在青铜大门前 连向坎德里恭敬行礼 而后看了眼 罗峰等人 不由眉开眼笑道 坎德里大人 看来我来的还巧 能够跟他们一起进去参务 如果再慢一点 就得再等七天了 哦 你突破了 坎德里笑着看了这猿人青年 啊 成功通过第六层考核 有多了七天的参务机会啊 猿人青年连说道 坎德里闭上眼睛几秒钟 随即睁开眼点点头 嗯 你的确新增七天参务的机会啊 旁边人群中 罗峰按道 第一次进混沌城 可以得到七天参务的机会 现在看样子 似乎满足一些条件 通过一些考核 可以再得到参务的机会 怎么再次获得参务 混沌牌的机会呢 罗峰他们现在还不懂 不过相信很快就会懂 毕竟在混沌城要待三十年 静静等待 大概五六分钟左右 哄 整个青铜大门开始缓缓开启 里面的修炼密室 混沌气流缠绕 一时间看不清内部 都出来吧 坎德里看着里面 低沉的喝道 声音传入到修炼密室中 不断回荡着 很快混沌气流中 一道道人影迅速飞出 不少都是捂着脑袋 有一名高大魁梧的额头部位 有着六只眼睛的青年 还不甘心的回头看一眼 可还是只能选择离开 你们十三人 现在进去 坎德里看着眼前一群人 七天后门开启 你们就立即出来 明白吗 明白 一群人点头 嗯 坎德里点点头 进去吧 一群人怀着一种忐忑紧张 立即个个进入其中 修炼密室 很是巨大 里面混沌气流缭绕 罗锋仔细朝里面观看 隐隐看到混沌气流 环绕着一尊巨大的石碑 那就是酒雨混沌碑 罗锋有些期待 有些紧张 其他十一名年轻人都是如此 唯有那名猿人青年 非常熟练的窜进密室深处 立即开始参悟 靠近混沌碑 才看清 这是一尊高百米 宽也近百米的混沌碑 上面有着九幅图 在混沌碑的边缘 还有着宇宙通用语文字 九语 每一幅图和之前在廊道壁画上看到的那幅九语混沌碑的图画一模一样 可这感觉明显不一样 整个九语混沌碑上的九幅图之前看过图画 所以早知道 第一幅图是零零散散的几滴雨滴 仔细数过 可发现 一共是九个雨滴 第二幅图 则是绵绵细雨图 仔细一数 那绵绵细雨图上 共有三十六雨滴 第三幅图 则是暴雨图 大量雨滴密集 仔细一数 有足足一百零八滴雨滴 第四幅图 是星辰图 一颗行星 有着四颗卫星环绕 第五幅图 是恒星系图 一幅恒星 有着十二颗行星围绕 每颗行星 都有或多或少的卫星 第六幅图 是一条星河 密密麻麻不计其数的星球 组成了浩瀚的星河 甚至于罗锋之前观看图画时 曾经让巴巴塔仔细去除 却根本无法数清 到底有多少星球 因为有些地方隐隐约约 好似有很多星球 却是根本无法数 第七幅图 画得好像是一种奇异的怪兽 第八幅图 画得是两头依旧奇异无比的怪兽 第九幅图 画得是无数头奇异怪兽 根本无法数清 如果说这一幅图到第六幅图 罗锋 罗锋隐隐含有些明白 感觉到这九语混沌碑 前六幅图都在隐隐缠住着 至高的本源大道的话 那么最后面的第七幅图到第九幅图 就实在是太抽象了 罗锋感觉那纯粹是一种奇异怪兽的画像 里面隐含什么本源法则太抽象了 不过五十二尊混沌碑 乃是整个宇宙人类至宝 无同任何一尊混沌碑成为宇宙国主 都是轻而易举 既然被无数强者公认 那第七幅图到第九幅图 自然是真正隐含不可思欲奥妙的 纯粹是罗锋实力太差 连一点潜意识感觉都没有 罗锋之前看那幅图 也看过九宇混沌碑图画 可此刻见到真正的混沌碑 特别是看第一幅图雨滴图时 整个人瞬间精神意识 就完全沉浸其中 那九个雨滴在罗锋的意识中 演变出无限意境 要知道罗锋是有三个身体的 因为三个身体都有意识载体 如地球人的意识载体 是世海中的灵魂 颈角巨兽的意识载体 是圆核内的灵魂 磨沙族纷争的意识载体 那是生命精核 因为三者又是一体 意识又共通 所以罗锋看到 自然体内空间中的 其他两个身体 也等于是看到了 轰 在颈角巨兽眼中 那九个雨滴 仿佛化为一个个灵力的踢爪 仿佛是一条条尾巴呼啸而来 又仿佛是一根根精角射来 磨沙族纷针 黑衣裸锋 手持盾牌和战刀 体内生命核心微微旋转 完全和空间本源契合 在他的感觉中 这九个雨滴 全化为了一刀刀 隐含空间本源法则的刀法功绩 作为时间宠儿 磨沙族纷针 不由自主地施展起刀法 而九与混沌碑浅的地球人本尊 看到那九个雨滴 却隐隐看到九种不同的意境 仿佛化为九柄金剑 不断地进行组合 进行一波又一波的进攻狂澜 擅长不一样 所看到的都不一样 然则一切 熟到同归 能成混沌城质宝 整个宇宙人类的质宝 其中之一的九与混沌碑 的确奥妙无穷 其中隐含的气息规则 可以不知不觉中引导别人去参悟 去提升 因为其珍贵 所以来参悟的人很多 所以才限定 初次来混沌城 可有一次参悟机会 至于以后 就得靠自己的悟性了 资源有限 真正的强者 才会获得一次 两次 三次的参悟机会 每次仅仅七天 修炼密室中 罗锋等十三人 完全沉浸于其中 根本觉察不到时间的流逝 轰隆隆隆隆隆 轰隆隆隆 轰然开启 一道声音传进来 直接灌入每一个人的脑海 都出来吧 都出来吧 十三人依旧沉迷 没有醒来 都出来吧 都出来吧 声音不断在脑海回荡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这令所有人都瞬间醒来 那在脑海中 不断回荡 呼鸣的声音 令罗锋都不由捂住脑袋 十三人 联盟朝外冲去 当冲出门槛的时候 那在脑海 不断回荡的声音 瞬间消失 这才一阵舒坦 结束了吗 罗锋走出门槛的瞬间 有些不甘心的回头 看向修炼密室一眼 然后修炼密室中 混沌气流环绕 根本看不清那混沌碑 此刻 罗锋有点明白 之前一批人 为什么离开时 那么念念不舍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八篇 第十三章 通天桥 修炼密室前 原人青年恭敬向守护者 坎德里恭敬行礼 而后画着一道流光离开 你们十二人等一下 守护者 坎德里微笑道 嗯 罗锋疑惑 看见眼前这位老者 其他天才们同样疑惑 坎德里微笑道 你们是第一次进修炼密室 我提醒你们 你们现在先去寻找一个居所 当自己后面三十年的修炼居所 而后你们就可以进虚拟宇宙 申请进入通天桥 进入通天桥 罗锋等人都很疑惑 你们进入虚拟宇宙网络 进入通天桥就明白了 坎德里淡笑道 你们可以走了 骗守护者不想说太多 罗锋等人只能离开 走出城主府后 罗锋他们十二人就直接分散开 开始寻找修炼居所 混沌城占地极广 除了极少数特别建筑外 一座座修炼居所 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而且绝大多数修炼居所的门 是淡白色的 这代表 那修炼居所还没有主人 选哪里当自己三十年的居所呢 罗锋略一丝草 就选混沌城中央位置周围的一点寂静点的居所吧 城主府就是混沌城的最中央 在城主府周围一座的修炼居所 很多都是无人的 罗锋很快就选择了一座较为偏僻的居所 站在修炼居所门前 手放在上面 滴滴滴 门逐渐响起来 同时门的颜色也开始逐渐变身 从淡白色最后变成深灰色 便不再变化 欢迎你主人 一道电子声音响起 嗯 罗锋直接进入修炼居所内 一楼是一个超大的客厅 里面设施很是完善无比的仙境 电子声音继续响起 我是服务智能 在主人居住期间 我为主人服务 主人需要什么 比如吃喝等等 尽管吩咐 嗯 罗锋直接沿着楼梯化作残影 瞬间就窜到了三楼的天台上 天台上也有一些之前修炼者留下的随意感悟客路 不过毫无规律 虽然隐隐约约感觉了一些特殊意境 可是见识过 五十二尊混沌碑 对于这种毫无规律 却乱七八糟的客路 也就没有多大兴趣 自己在初始宇宙 时间宝贵 不能浪费在一些低效率的事情上 呼 从今天起 我要真正的在这混沌城 开始修炼岁月 罗锋环顾周围 远处也能看到一些修炼居所天台上的苦修者们 那些修炼者 场相各异 有些头发都已经很长很长 好似很多年都没有动过字的 先进虚拟宇宙网络 虚拟宇宙 与香山太楚区1136号庄园 罗锋出现在庄园中 殿下 一群普从护卫们连连行礼 嗯 罗锋点头同时道 申请进入通天桥 明白 在罗锋肩膀上 拳头大小的虚拟助手 巴巴塔 立即开始联络 虚拟宇宙总系统 发出申请 很快一道声音 在罗锋脑海中响起 身份确认 罗锋 你永久性获得进入通天桥的资格 希望你努力 走到通天桥的尽头 现在传颂 说 罗锋直接消失在庄园中 虚拟宇宙 一个特殊的卫面空间 这卫面空间是一望无际的海洋 海水滔滔 而在海洋上 有着唯一一座美丽岛屿 美丽岛屿的边缘 一共有五十二个港口 每个港口都延伸出一条无尽的长桥 一直朝天地尽头延伸开去 仿佛要连接遥远的天边寺的 这五十二条长桥 完全笼罩在整个海洋上空 那海洋水浪之上 还隐约有着雾气 让人无法看清海洋中 有些什么 雾气缠绕在长桥上 一切如梦如幻 罗峰突然出现在岛屿中央的广场上 罗峰 罗峰 你也来了 周围已经有九名年轻人 罗峰一看 这九人都是之前和自己同一批去参悟 酒与馄饨杯的 你们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罗峰好奇地问道 你问坚守者大人吧 那九人都指向不远处 广场不远处 正站着一名穿着黑色星辰袍的男子 男子有着四只耳朵却没鼻子 整个人面带微笑地走了过来 你好 罗峰 我是通天桥位面的坚守者八分 不过我更喜欢别人称呼我坚守者 你好 坚守者大人 罗峰恭敬行礼 我给你介绍一下 坚守者八分点点头 这通天桥位面 是针对馄饨城五十二尊馄饨杯而建造的 因为我们宇宙人类 亿万年来通过参悟五十二尊馄饨杯 所以在馄饨城中就形成了五十二个流派 坚守者八分感慨道 比如你们都是来自九语馄饨杯 自然就属于九语这一流派的成员 而同样参悟馄饨杯 感悟确有高低 其中实力高者 馄饨城才会给予又一次参悟馄饨杯的机会 罗峰眼睛一亮 又一次参悟机会 经历了一次九语馄饨杯的参悟 自己对未来修炼很多都有了明确方向 这种进步的快感 的确让人痴迷 如果能再来参悟一次 那是多么美好的事 怎么证明实力高低呢 不是靠嘴巴说的 坚守者八分微笑道 所以在虚拟宇宙中建造了通天桥未灭 闯通天桥 闯得越远就代表实力越强 这道鱼有五十二条通天桥 分别对应五十二尊馄饨杯 你们是参悟九语馄饨杯的 所以就去闯九语冲天桥 这九语冲天桥无比的漫长 一层又一层需要不断的上前进 一共有整整二十七层 如果成功闯过第一层就获得第一次的参悟机会 每多闯一层就又获得一次参悟机会 坚守者八分笑着看着罗峰 哦 罗峰恍然大悟 对 之前在修炼密室前遇到的那个猿人青年 那猿人青年当时就说 嗯 成功通过第六层考核 又多了七天参悟机会 显然 没闯过一层 就增加一次参悟机会 不过 冲天桥很难闯 坚守者八分感慨 像你们这种小家伙 一般刚开始连第一层都无法闯过去 罗峰一惊 九语冲天桥共二十七层 你闯得越远 代表你对九语混沌杯感悟越深 如果你将九语混沌杯完全无透 你就能闯过全部二十七层 可是 这太难太难啊 不朽一般是闯到第十层 坚守者八分感叹道 如果闯到第十八层 就堪称不朽中近乎无敌存在 闯到二十一层 就能成为宇宙国主 什么 罗峰一惊 闯到二十一层就能成为宇宙国主 成为宇宙国主太难太难 由此就能想象到 第二十一层有多难 而成为不朽也很难 所以其中闯到第十层就很了不起了 至于最高的二十七层 那只有雾头整个九语混沌杯裁成 那太过遥远 努力吧 坚守者八分微笑道 这是一条通往巅峰的大道 宇宙人族中走过这五十二流快的极多极多 而且一旦你能通过第十八层 那么将会直接获得混沌城永久居住资格 不需要其他任何额外条件 哦 罗峰眼睛一亮 混沌城永久性居民 可闯过十八层也太难了 之前进入的人失败了 坚守者八分看着楼峰等人 下一个去场九语通天桥吧 我来 之前就已经到了九人 立即又一人迅速画着一道流光 飞向五十二条通天桥中的九语通天桥 仅仅两分钟后 坚守者八分便说道 还是失败 继续下一个 又是失败 下一个 失败 下一个 都失败了 只剩下罗峰尼了 此刻 这批去场九语通天桥的新人 一共有十二人 其中有两个 是罗峰没有来场的 而现在十二人中 连续失败十一个 只剩下罗峰一人 这令罗峰也压力大增 果然童天桥很难闯 那些个个可都是天才 在天地区就有三个 竟然没有一个能闯过第一层的 罗峰 好好努力 坚守者八分 笑着看向罗峰 你们这一批到现在 加上之前测试过的九百人 已经测试近九成 这么多人 出了一个波兰 其他没一个闯过去第一层的 什么 罗峰吃惊 其他很多人是一开始 就去修炼密室参悟的 罗峰是在城楼上等了一天 所以他们这批年轻天才 现在进行通过通天桥测试的 有近九百人是很正常的 波兰很强 他一口气连续闯过第一层和第二层 获得了额外两次参悟机会 坚守者八分感叹道 至于其他人 就连原始秘境的另外一位天才 龙云都失败 没有闯过第一层 没有一个都通过第一层 压力 罗峰感觉到压力了 这批绝顶天才中 波兰 龙云 加莱西等人都测试了 按照进入修炼密室的时间 罗峰进入修炼密室时 选择这幅混沌杯的荣军 满卡兴 少年乌卡 还没有进入石油炼密室呢 所以现在 没测试的 绝顶天才太处区的 也就罗峰 荣军 乌卡三个还没测 去闯吧 坚守者八分 期待着罗峰 嘶 罗峰画了一道残影 直接朝远处一座 延伸到天地尽头的通天桥飞去 老远就看到那通天桥有着石碑 石碑上有着九语二字